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昨天因为他们是总统日休市一天 不过台北股市今天却是再度的下杀 昨天大盘已经跌了五十几点 今天开低跌六十二点 一路震荡收低 收盘重挫一百一十四点 收在一一六四八的位置 成交量一千三百多亿 出现了一个带量下杀的走势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人家休市 我们反而急杀呢 当然事后来看都很容易解释 这是因为中国那边政协人大两会延期了 这是因为美国那边苹果公布这个地方 要调降猜测 这是现在美国那边开始 要对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晶片厂商 限制出口到华为去 所以好多的利空今天因此而大跌 当然跌下来要找这些理由来做解释 其实并不难 重点是那事后来做解释 对各位投资朋友想一想 你觉得有帮助吗 没有吗 跌下来了 看到利空已经跌了 重点是事先有没有做好规划 事先有没有注意到风险 事先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看县荣老师的节目都会知道 这个部分县荣老师都已经帮大家 事先规划好 包括大盘这两天的回跌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呢 好来有图有真相 看到封关前大盘涨到12197高点的时候 就已经再三叮咛 涨幅已经达到满足点 时间面临21周13个月转折之下 2020一定要提防总统大选跟美中签署贸易协议 两大利多实现完毕之后 台股会怎样 会利多出境 然后反手下杀 这是过年前就已经提醒大家 所以当时县荣老师就已经提醒 大盘会有反手下杀的风险 当别人还在那边叫大家买股票 报股过年准备赚红包的时候 县荣老师一直建议大家 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方式 稳扎稳打的把获利放在口袋里来 避开了开红盘那波大跌千点的击杀 那大跌千点击杀下来 跌到138低点之后 我也跟大家讲 这里K线出现了一个锤子 对不对 筹码散户恐慌杀出持股之后 旗子大户已经全数将空单回补 所以从亏线跟筹码来看 指数已经化解了持续急杀的危机了 暂时会守在半年线 这一条叫半年线之上 反弹来测颈线跟季线关卡 那也真的反弹上来 来到11700多800多了 对不对 那谈到上礼拜 指数已经来到多少 11700多800多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好没事了 应该会继续涨的时候 县荣老师有没有提醒大家 要小心啊 小心什么 小心在接下来 这个特别注意的就是 大盘能不能够继续往上 要看第一个 疫情有没有稳定 那疫情有没有稳定 我说指标看谁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你去看政协跟人大两会 是不是能够如期召开 这是一个关键指标 对不对 如果没有延期 那代表中国那边疫情 比你想象严重 台股不要想说会继续涨 还会拉回 好 结果今天报纸消息出来了 疫情真的很严峻 大陆的两会要延期了 从大陆开始举办政协 人大这两会以来 首度出现延期的状况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那边 最高层那些领导人 他也会怕 对不对 不敢在这个疫情 还很严重的时候 把那些 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 聚在那里 那个会堂 到时候 万一爆发什么群聚感染 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疫情没有大家想象简单 大盘不要想上工 第二个也提醒过大家 最要注意的就是谁 台积电 要能够守住月线 331.5 结果今天台积电的部分 股价呢 不但没有守住月线 甚至在这地方直接往下怎样 跳空下来 跌破月线就算了 连季线收盘都被他跌破 你看到前几天攻过了月线 今天一个跳空又跌破月线 连季线最后收盘 月线是这一条 季线都跌破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指数你说要攻不可能 拉回来 我说最好的状况就是高档 来回震荡 目前来看又符合我们的预期 指数连跌两天 今天大跌一百多点 重点是接下来的行情 指数如预期的拉回 再来仍然继续帮大家规划下去 我们继续看 那现在政协人大两会已经延期 台积电也失守了月线 台股无力挑战11933 所以大盘这地方季线又跌破了 又跌失守了 目前我们仍然是以来回震荡盘 来观察它 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谁 注意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台积电 今天失守月线 跌破季线这都没有关系 第二度回撤极限 但是千万不要让它 连312的颈线都给它跌破 那现在外资 今天股票 旗指选择权都同步大卖 尤其外资股票 卖了两百多亿之外 旗指也卖了五千口 明天台子要结算 它居然提前撤退 这种状况之下 都要提高警觉 我认为大盘还有可能再拉回 当然明天台子结算 你说先撑一下 反弹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反弹完 接下来外资人来持续撤退 而一旦这地方 我说台积电 颈线312这个关卡不能失守 这个点位不能失守 如果这个点位给它失守下去 颈线之上叫什么 叫头部颈线跌破 整个头部成型之后 我只能说 大盘目前是来回震荡 但万一台积电 颈线312失守的话 这个低点11338 不会是今年的一个低点 我只能先点到这里 先提醒大家 尤其这个地方 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整个基本面的结构 当大家都说 这所谓的一个新冠病毒的肺炎 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短期事件 非经济因素的时候 我跟大家再三讲 不要小看它 对不对 如果疫情拖得够久 它就变成所谓的经济因素了 那今天报纸消息又都出来了 现在中国开始复工 但只有三成 这三成算的是一个平均值 有一些没有锻炼的可以达到七成 有一些可能连一成都不到 但是你要去想 那如果说有些厂商 最后这地方复工只有一成 你说那个复工七成的 我有办法生产七成的产品出来吗 如果你的材料 你的上游 人家只复工了一成 你到最后这地方还是要锻炼 对不对 所以整个三月份 台湾电子业在大陆设厂比较多的 都有可能面临锻炼的一个危机 甚至现在红海 这个现在苹果都已经出来 警告大家 第一季的营收恐怕没有办法达到目标了 为什么 不但是所谓的供货现在在吃紧 而且旗下的产品 现在在中国大陆需求不振 那有可能这一季的营收 达不到预估水准之后 率先的已经调降了财测 无法达标 所以苹果已经跟大家讲了 很多人都觉得不用怕 继续买就好了 真的可以不用怕吗 我只跟大家讲 如果连苹果第一季财报都不好 上游那些供应商第一季财报 你不用看了 甚至上半年的财报 你都要很小心 那你说我等财报公布出来 再来卖股票 股价可能都反映在前面了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不是现在才讲 有没有 上个礼拜大盘弹上来 我就跟大家提到过再三提醒 不要小看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 上游如果说你拿到了复工的批文就好 可是上游原材料供应链会断掉 下游客户订单可能会缩减会暂缓 物流产品难以顺利的送达 人流生产线的员工难以返工 更要小心如果贸然复工 万一到八群聚感染再度停工 那个影响绝对更大 各大城市都在做封闭式管理的情况之下 民众上街消费一定会大幅度缩减 甚至如果长期停工结果 大企业或许没事 中小企业资金调度面临考业之下 甚至都会出现倒闭潮 绝对不是所谓的非经济新因素的一个存在 那这些县荣老师都事先跟大家讲了 好各位投资朋友 我只希望你在今年的操作 一定要很注意我所说的两个字 风险摆在最前面 好那尤其很多人说 那今年除了说这个肺炎疫情之外 应该就没事了吧 我只能跟大家讲 昨天已经跟他点到过 所谓的肺炎疫情 好可能这地方会结束 但是结束之后 还有更大对台股的变数在哪里 好在于这地方美中贸易战 现在正在转型为科技战 以及更重要的是 现在中国对台的一个政策 以前是拼命的会台 现在看到台湾人跟他渐行渐远 很有可能除了政治锁台之外 会不会开始有四个字要小心 叫做经济重台 去年取消了陆克自由行 这可能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会不会对电子业的厂商 开始要求降价 甚至砍单 这都是我们在未来 目前可能还没发生 当然今天台积电已经有传闻了 那未来我们要去注意的重点 其实很多事情 现在正在开始慢慢的 印证我所讲的 有没有 今天又有一个消息出来 华府拟限制使用美国的设备 替华为来制造晶片 当然他想要打压的是谁 是中国大陆 是华为这些企业 希望他在半导体的一个进度 上面来看的话 能够压下来 重夺所谓5G的一个主导权 可是对这地方 华为在施压的时候 你觉得谁会受到冲击 对不对 很多台商 而且最大受到压力的 不是华为 是谁 正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今天股价在下跌 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不止今天跌 包括去年12月 台积电出席 之前大家都说台积电被外资买走了 台湾散户都不爱台积电 钱都被台积赚走了 好可惜 现在台湾散户 开始在300多块的高档 拼命想要买台积电 你看融资是在持续增加 这融资代表是台湾的散户 开始高档想要买台积电来长期投资吗 结果外资反而高档 大卖了台积电 目前已经有差不多20万张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好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 警线312不能跌破 不然这个真的要很小心 就算是台积电 基本面也不是万里无云 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美中贸易战 现在看起来挺火了 互相不要加成宽税 可是整个科技战却开始加大幅度 台商到底该选哪一边 选错边的话 当然受到冲击会非常严重 但即使是选对边 就拿台积电来讲 不用讲他一定选美国 因为什么 大陆那边占他营收比重20% 美国70到80% 他当然选美国 可是即使大陆20%少掉 对台积电来讲 你觉得没有影响吗 当然有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连最好的台积电 也不是万里无云的情况之下 今年的台股 我再三提醒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会不会一个不小心继续拉回 整理8到13个月 毕竟指数在11000到12000的高档 资金行情又涨了13个月 现在一个急差就是1000点 会不会再来个1000点 再来个1800点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预设立场 但我只能再三提醒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那你说这种状况 到底怎么操作 我不是叫你去放空 因为你现在放空 现在是2月下旬了 到了3月份 到了4月份 又有一件事情卡在那里 叫做什么 融券要强制回补 每年股东会前两个月 就是要融券强制回补 现在放空也面临这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那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呢 我会再三叮咛 只有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因为当冲 我们就讲求八个字 盘中满手没关系 盘后保持空手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盘中我们还是可以重压下去 那你说风险会不会很大 不会啊 我们有赚没赚盘后保持空手 对不对 所以你看风险降到最低 又能够这地方去顾好生活品质 因为我们盘后空手 美股一下大涨一些大跌 苹果调这样的猜测 会不会今天晚上我突然 带着美股这样蹦跌下去 我不知道 但如果是的话 很多人可能今晚又睡不着觉 做股票你不觉得这样好累吗 可是我们就这样的方式 完全不用担心 早上掌握到赚钱机会 下午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晚上睡得安安稳稳 这才叫生活品质 重点是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非常的低 对不对 大盘不好 我们一样赚 像2018年下半年 大盘跌了1800点 我们当冲胜率70% 累计投报率超过八成 去年大盘拉高上来 我们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年度投报率又超过了80% 就是靠这样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方式 稳扎稳打的 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了 对不对 然后又能够持续 当个快乐当冲组 稳中求胜 掌握赚钱机会 好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在持续努力 当然我强调 我们的当冲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绝对不是那边见长追高 见谍杀低 而是仔细观察盘势 决定好多空之后 1000多档 我只找最有保护的一档 顶多两档 来做出手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就是当天出 好 举个例子今天 2月18号 第一通 给会员朋友的 叫盘式结构观察 9点0分 我们观察盘式 发现昨天美股休十一天 但小道雄旗开低 跌了七十几点 而台股指数 开低下跌62点之后 首盘是个多空僵持 预估量大概1400 1500左右 那台积电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开低跌破月线了 又来回撤季线了 而旗值的跌幅 也比现货来的大 呈现逆价差 所以这种盘很小心 开低震荡 都还有可能走低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开低震荡走低 是啊 指数开低震荡震荡震荡 收盘变跌100多点 符合我们规划 那中盘 当然不用讲 我们就做短空 那锁定标的3034的连勇 最近利多频传 但是有大户持续在称利多 在出货之中 那结果呢 今天比较可惜 3034的连勇 早盘213.5 214.5 直接买 都有成交到 平均就在214 那最后股价是僵持不下 213.5 214的附近 成本附近 我们建议大家买回 明天再战 你说 这样就没赚到 建隆老师 不管有赚 不管没赚 你看真的都是这样 诚实 每一笔报告给大家 但是 我要强调 做股票 你会发现 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还是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风险降到最低 来稳中求胜 今天没赚 没关系 像昨天2月17号 我们看到利基 利多建报之后 大户在出货 建议先卖后买 对不对 早盘开高 169.5卖 卖完之后 杀下去翻黑 166买回 昨天3块半的价差 很多人100万做7张 昨天就是2万多 弹起来 对不对 不止昨天 上一次也是同样做利基 利多建报 大户出货 一样的模式 160.5先卖 杀下去 打到平盘 我们158买回 也是2块半价差 100万做7张 有1万多 对不对 甚至上个月我们做信心 同样利多建报 大户趁着利多拉高 出货的时候 那天161以上卖 卖完杀下去 153达证 一口气大专8块价差 7张就是5万多 你看到这就是县荣老师 带会员做股票的方式 先求稳再求胜 稳中求胜 风险控制在最低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操作之下 稳扎稳打 好来帮大家 当个快乐当充足 多利用当充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这个部分 我们在接下来 都会持续努力 认同县荣老师的 也想利用最小的风险 来掌握赚钱机会的 都欢迎休息时间来找我们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掌专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架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感谢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进来 才询问献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这时候 有一位投资朋友 稍微跟我聊到 他说很认同献荣老师所讲的 现在这个结构大盘这个位置 再买股票爆波段危险 当冲稳扎稳打 反而风险最低 可是又犹豫 一方面自己做当冲 说得不顺 可是想要加入又怕这地方 又觉得说还要再付一笔钱 付一笔会费 舍不得 那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各位投资朋友 你自己做股票 做得顺风顺水 那我恭喜你 你自己操作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过去这一波行情 去年将下半年涨上来 你买股票到处买都还赚不到 还到处套 你真的要思考 股市当中最贵的学费是什么 是你赔了钱却没有学到经验 只会用错误的方法继续赔下去 很多人以为省一点小钱自己操作 结果大盘过完连这样跌个三天而已 就重商赔了一缸子 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 到最后会发现 很多人就是经常省了小钱 却花了大钱赔了大钱 这是穷盲族的同病 我只能提醒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状况 以为省了一点小钱却赔了大钱 你真的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帮你 因为有钱人不会什么都靠自己 会懂得花点小钱 请专业的人才帮自己赚更多的大钱回来 这才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只能提醒大家 如果你需要一个专业用心有诚心的操盘团队 县荣老师真的都很愿意帮助大家 好 那这个盘势再三叮咛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不要一直想说我买股票就是要爆波段 你要思考到底在哪个位置 当时大盘7000多8000多 我都再三建立大家 十年线附近拼大的 多头要来临主升段 上看10425 8000多 我都建立大家多头火速归队 对不对 可是现在大盘在11000 11000的历史高档 而资金行情涨了13个月之后 月指标高档交叉向下 月K线1月份高档空头吞噬出现 这些都告诉我2020年庚子年60年一乱 会有什么事发生 除了所谓的肺炎疫情之外 还有更大的事件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这两个字风险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所以只有采取宪隆老师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才能够稳扎稳打 帮你当个快乐当冲组 每天我就提供大家最多两档当冲股而已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设飞标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要卖 进场价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都清楚明白 到了假老师帮你看盘通知你 没到假当天进当天出 就是这样的操作 今天虽然连勇没赚打平坐收 我们盘中满手盘后空手了 稳扎稳打 稳中再求胜 掌握到赚钱机会 昨天立机不就被我们这地方 这个地方掌握到三块半的价差了吗 做个七张昨天就两万四了 上一场立机也有两块半了 甚至像训新上个月 8块加差很多人一天可能就帮自己 加个新高5万多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持续在努力之中 跟着我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个快乐当冲组 利用当冲作战最小的风险 来掌握赚钱机会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税 让家人过更好生活 认同现龙老师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